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以前來聽沙龍的朋友大家好 我名字叫徐家凱 其實 剛剛進來到竹竹館的時候 然後 看到麥克風的時候 我自己是有點激動 激動的原因其實是因為我自己 以前是在新竹這邊 然後在念高中的時候 我們每一個人小小的願望就是 跑到清大和交大 這兩個大學的圖書館去念書 因為就會感覺在這兩首大學的圖書館裡面念書 成績就會感覺比較好一點點 可是那個時候 那個時候門進步像現在這樣 這麼深演就這麼高科技 那時候也是 雖然也是逼一下趕一下進去 但去拿個學生證啊或什麼 然後有些時候逼得過就逼得過 逼不過就逼不過 然後再不小心的話 旁邊還有一個比較矮的牆 可以這樣自己就這樣跨過來 但是無論如何在那個時候我們都會謹守一個戒律 就是因為我們都是非法入侵的 所以一定要小聲小聲再小聲 就是千萬不能在圖書館裡面 造成任何的造影 不然那時候會有一些類似像大學生的一些 大哥哥或大姐姐就會稽查我們 或是圖書館的館裡面也會稽查我們 就說欸 你怎麼會 就這樣進來圖書館了 那要出去囉 所以今天能夠在圖書館裡面使用麥克風 尤其在輕打或是假如 如果有機會我去到浩然然後用麥克風畫 我應該也會覺得蠻開心的 因為這是我從小以來一個小小的夢想 在圖書館裡面大聲的宣話 好 好 那今天其實就是收到那個邀請 講座的邀請還邀躍的時候 我覺得我還蠻喜歡這個講座的一個性質 它的講座定義在活水沙龍 那活水這個詞 剛好跟我最近拍的戲有一點點關係 我最近拍一個戲叫《思事》 那《思事》裡面 謝祖有講過一句話 也是我在這一場 這一齣戲裡面所寫的一個很重要的台詞 就是說這個社會就像 像是一攤自由自在的死水一樣 日益干擾 而我們呢 我們就像在裡面的蝌蚪一樣 悠悠自在又甜蠻藝 那在後面講的就是我自己在創業的過程 講中所感受到的一個感子吧 可是台灣其實並不著 我們很自由自在 唯一可惜的就是我們現在好像一攤死水一樣 真的日益干擾 資源慢慢的沒有了 無論今天是在影視界 還是在學界 還是在哪一個界 房產 教育 無論是哪一個界 醫療界 就譬如說像 最近 新聞到最大長根的醫療 長根的醫院 很多急診室的醫生都要出走 就是醫療體系也像一攤死水 軍公教體系也像一攤死水 但是在這一攤死水當中 我們到底還有很多不一樣的機會 所以那時候看到這個沙龍獎 就第一回活水獎 我就覺得 跟這個頂級的概念好像 然後接下來 另外一件事情是沙龍 沙龍這個字的話對我來講 有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浪漫情感 以前我在新 我以前在新竹的時候 我唸這邊附近有一個叫新竹實驗 然後實驗道中的話 我們是老師 那個時候比現在學風更加的自由和開放一些些 就是 他會帶我們到新大的蘇格 蘇格貓尼 就在後面那邊一點 我記得如果沒錯的話 然後那邊晚上的時候 他會辦很多沙龍獎座 我記得那一年我才高二 然後高二的時候都要面臨月考 那個時候對學生來講 月考是最重要的 但老師們就 不管我們到底有沒有要月考 就跟我們講說 這個禮拜四的晚上 蘇格貓尼有一場講中東戰爭 和國家什麼動亂之類的 就是一個聚起來平安研究所研究的 其中的一個沙龍獎座 叫我們一定要去進 然後我們說 老師都這樣說 他就跟爸媽就說 我們要去聽老師說要進個沙龍 然後過去了之後 完全聽不懂 因為那個教授真的就在講 中東到底石油 就是從石油衍生的國際動亂 然後從一百 從三百年前講到今天 其實我們真的聽不太懂 但是就覺得 哇好酷喔 原來這個就是打擊的生活嗎 就是這麼樣的為人雅士 然後在談一些很特別很酷的事情 但是直到後來我才發現 沒有那個 只是大學的其中一個小腳 大學更大一大腳 其實並不是像沙龍一樣 那麼浪漫的事情 可是沙龍這個詞 對我來講 就是從此就印象深刻 然後我們在台北現在做的酒吧 他每一週和每一個月都會舉辦一次沙龍活動 我們在討論不一樣的主題 那這個主題就是每一次都不一樣 然後就聊得很開心 好 那今天正式的開場 因為我剛剛看好像還有一些人還沒有到 那這個講座正式開始的時候 不免其俗的 就還是要跟大家自我介紹一下 我的名字叫徐大凱 那大家認識我的原因可能不外乎有幾個 第一個原因的話 就是大家可能知道我是Mr.Bartenter的演員 兼導演兼編劇兼製作人兼髮型兼後製和調光角色 等等諸詞類的東西 順便在最初最初的初期的時候 還會在那邊小編的角色去協助行銷推廣的宣傳 那到後面之後我因為身材銳益的發福 所以就慢慢的就從螢幕前面淡出 那其實最主要原因是因為我本來就沒有想要走螢幕前面的演員 然後是因為當時候沒有錢 然後那個Mr.Bartenter如果大家有看的話 那個角色其實只不過是一個拉背的人而已 就是都拍他的背影然後主要是另外一個人在講 那一個這樣拉背影的角色還要cost我那麼多的錢去請角色 那這在一個新創團隊來講 這是一個非常不划算的事情 所以我才下去當演員 所以這個可能是第一個大家對我的一個認識 但是這個認識的話就是會隨著我的歲月漸漸的增長 體重之力的增加和越來越淡忘的事情 所以我可能就在演員這一塊的參與會就會越來越少 但是Mr.Bartenter這個品牌還是會繼續下去 那第二個可能大家有認識我的原因 是因為我創立了一間公司叫Self Pay Production 它創立到現在快三年了 然後在台北或是在整個台灣的影音的startup裡面 算是做的還OK的 所謂還OK的原因是因為我們沒有賺錢 就是真的沒有賺到大錢 但是我們慢慢的有去做出一些 跟現代影視權所不一樣的內容出來 包含像剛剛提到Mr.Bartender或是像我們做私事 雖然沒有到近三近美 可是也做出了一個不一樣的格局和合調 然後同時我們也是一個 比照一般startup的進程 一直往前在founding的公司 也就是我們走過的天使盒 走過的總職我們現在到了Cearle 所以每當我們在聊到這個的時候 大家都會想說 欸你到底是導演還是一個新創公司的創辦 我就說其實兩者都是 然後大家說這兩個角色不會混亂嗎 我就常常混亂 因為當導演是一個說的 是一個蠻需要浪漫的事情 就是每天都在想 我今天要拍什麼樣的片 然後拍這個片的時候 我心中有一個很棒的故事想要說 我要說我的愛情故事 我要說我的青春故事 我要說我的成長故事 然後每天浪漫的跟大家分享很多事情 然後畫風一種 就是今天變成了創業家 或是一個創業者的時候 每天我所要面對的是什麼 Profit and Loss 損益表 然後接下來財務模型的見證 然後接下來跟銀行 再跟別人問說 欸這個東西攤體可以攤體多久 我這一張辦公室的桌椅 我那個器材 我算攤體12個月就可以 然後跟律師跟會計師跟政府部門 不斷的勾通和網板 瞬間變成也是一個 大概年約五六十歲的人吧 然後也是因為這樣 所以我才會寫出 就是有很多人很喜歡的一個角色 叫做Jean 就是謝祖所飾演的一個角色 他的一些故事 所以這是大家可能知道 我的第二個身份 那第三個可能會認識我的原因 在新竹可能 比較少人會 藉此認識我 但在台北 藉此認識我的人都蠻多的 我在台北樂利路39號裡面 我們開了一間實體酒吧 但它其實也就是一間 一文殺龍的空間 那在那個地方 那我偶爾會客串 當一個現實世界的Bartender 那這個有一個東西一定要聲明的是 請大家如果真的有機會到那邊的話 相信我 點專業Bartender調的酒 絕對比點我調的酒 來得好喝很多 這個是絕對的 除非你今天是想要嘗試一個 一生難忘的一個飲酒經驗 那也許可以嘗試一次 當然嘗試一次之後 我覺得個人的兩親建議和個人的感覺 是你們應該還是會選擇 專業Bartender所調出來的酒 這也許會比較符合大家的需求 所以這個就是我目前可能 大家比較熟知的三個不一樣的身份 同時也是我目前最主要在做的三件不一樣的事情 那聽完了之後 很多人會問我一個問題就是說 欸 經常你的人生過得蠻多彩多 只是很豐富的 你一天到底睡覺睡多久 我就說這時候附近悲從中來 就是我大概每一天一點半從公司離開 然後早上七點就要從住宿出發再進到公司 然後一點半回到家裡之後差不多兩點鐘 所以我每天睡覺時間大概只有五個小時左右 這個是常規的時間 非常規的就是都不睡覺 所以總結了這個一切的經驗之後 我覺得有夢想真的很好 但是如果你夢想是導演的話 真的不太建議堅持這個夢想往下走 在台灣當導演真的很容易餓死 然後如果你的夢想是創業的話 其實這也不錯 但是你可能要面臨的是 跟交往多年女朋友分手 或是一些氣力子在家破人網的一些議題或問題 因為創業真的就是把你所有的時間 架給你的事業 這個叫做創業 就是你要付起 像我現在的話 我就要付起公司 大概二十個人員工的生計 每一個月花費 大概都要公司的花費 每個支出都要八十萬到一百萬左右 每天醒來 叫醒我的絕對不是夢想 叫醒我的是今天噴掉了多少錢 這個很現實喔 大概一直以為 一直以來 很多朋友對我有個印象 就是我每天早上起來 以為那麼早起來 是因為我今天有個片子要拍了 轉變出發了 我要開工了 然後我準備要向前走 賣向我的夢想 我今天一大 我今天一小公司 整個公司一大公司 台灣影視圈前進了一公里 沒有 我今天早上起來 純粹的原因就是因為 我的債還不完了 今天又要噴掉兩萬塊 所以我站起來 你還能遠收自己噴掉更多錢嗎 別傻了 趕快起來做事吧 所以叫醒我的絕對不是夢想 這個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然後如果你好死不死的 又想海底又想創業的話 我真的不知道該怎麼建議你 就只能說這個世界真的很殘酷 那如果你跟我有相同的方向和理想 想要往前前進的話 我們彼此互相的祝福 然後故事名可以交換一下 看有沒有就是一些可以交換當中 一些人生上面的想法 到底為什麼我們要這樣子虐待自己 好 那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今天過來想跟大家分享 其實並不是 我影片到底拍得怎麼樣 或是我今天是不是一個成功的人 因為很多人一直在跟我聊的時候 他會跟我說 欸 加卡我覺得你是一個很成功的人 今年25歲 然後大學才異業不到三年 然後在這樣一個情況之下 你做了這麼多的事情 公司的Evaluation 現在都已經快要快要做超過了八千萬 然後你又開了另外一間公司 然後平常又有董事會可以開 聽起來好厲害 然後我說的第一件事情就是 董事會和私募基金這種事情 是我人生最討厭的兩件事情 就是你只要跟我提到PE 和提到Apportion 我馬上翻臉給你看 就是說如果你跟我講說 真的這兩件事情是快樂的 我真的真的很想跳樓 對不對 我真的很想拉你進來 跟大家一起去討論一下 當你坐在一個位置上面 所有人都比你大量了 然後呢同時旁邊還有PWC的會計師 KPMG的會計師 然後三骨子還有其他律師 都在旁邊 問你一些你大學從來不會學過的知識 然後仿佛你是這個世界當中 笨蛋一樣的時候 請問你很開心的點到底在哪 真的沒有 只是大家都會 你慢慢年紀輕輕 就扎我一個董事會感到很開心 我就絕對你這樣 然後再來一件事情 是我完全不成功 按照這個社會的定義來講 我是一個失敗而且邊緣的人 為什麼是說失敗而且邊緣的人呢 是因為這個社會 我們大家在看一個人的時候 是看他賺不賺錢 或者是功課很好 或者是用很多數字化的方法 來衡量這個人 所以如果以數字化的衡量方法 來看我的話 我大學畢業前 我大三的時候 我當freelancer的時候 我一個月可以賺十萬塊 那時候錢怎麼賺 錢真的很好賺 就是我那時候拍的一些影片 雖然現在不太想提 但是我以前也有拍一些網路搞笑的影片 然後去捧我們一些不一樣的明星 或是不一樣的素人 然後真的我那時候 一個月可以賺十萬塊 現在連十萬的三分之一都不到 所以我自凱心思之外 我又上次了自己 我也來葬送很多 數字上面 可能應該要的 獲利或這些什麼 那回過頭來 除了葬送之外 實際上面很良 我的存款 我每個月現在存款 趨勁於零 趨勁於零的狀態 就是因為我們公司一直在賠錢 然後我一直不斷的把所有的東西 放在公司裡面 一直不斷的對讀 我想要的未來和夢想 所以如果就現實社會的衡量 和大家所 眼光來看待的話 其實我覺得相對來講 我並不是一個成功的典範 所以我今天沒有辦法 像是有很多社會賢達 或是很多成功人士 他們有賺的錢 然後生活穩定 可以很堅定的跟大家分享說 沒錯 來聽我的演講 然後聽了這個之後 你的人生可以降落 其實我也一直很想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我有聽過一些演講 就是他們的語氣和他們的語數 我語數跟我是不一樣 我語數就是 像是在這邊日常聊天 但我有聽過一些演講 他們現在已經走 然後已經跟大家講說 人生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重要的事情 不在於你今天面對的是 失敗還是成功 在於是你有了前進的勇氣 懷抱前進的勇氣 勇於去承擔你今天失敗 往前面對成功的那一小步 今天你就可以和昨天的自己 完全不一樣 好 讓我們一起來為自己加油一下 當然你那個 就是有一些類似像這樣子的演講 或是這樣子的講者 就是 我也很想可以跟他們一樣 就是把自己塑造成一個成功人士 跟大家分享成功的經驗 但是我的良心實在過不去 所以我只能說 我只能以我自己的想法和故事 跟大家分享一下 選擇對於我的意義 還有為什麼我今天 敢於一個不算成功的人 或一個社會別人的角度 站在這邊跟大家分享我的選擇 和我的價值 我不會感覺到雀落 我不會因為大家說 欸 許家坎你今天沒有賺多少錢啊 或者是你今天其實社會價值 或是社會地位也不高 你憑什麼站在這邊 我說我平的不是我的社會價值 我平的是我今天 覺得我站在這邊是坦白的 是自在的 我可以跟大家分享我這條路 雖然不見得這條路值得大家參考 但是我覺得這條路我走坦坦蕩蕩 一路以來不曾後悔過 未來也不會後悔 這個是我覺得我唯一值得 驕傲還是跟大家分享的一件事情 那其實今天大家有看到 就是後面這邊有一個 一連串的講章 但是這個一連串的講章當中 其實說歸來 它就是一個成長的故事 這個成長的故事 我覺得比起我拍的所有片子 都來得更重要 故事的一開始 是這樣子 是從這邊開始 我以前小時候 我住在新竹 我是一個土生土長的新竹人 然後我小時候很胖 就是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話 就是自己成長的過程當中 班上也許都有一種小胖 就是大概體重六七十公斤啊 然後身高大概一百三一百四 就是再怎麼樣 它都不會往重向發展 它的身材就是一直往橫向去跑 然後在那個時候 我就是一個這樣的小胖子 然後在當那個小胖子的時候 其實我從小到大 是被大家打一擊的 我講話跟我一樣現在一樣 講得是那麼快 很順暢 然後言之有 等一下才會聽我的話 然後再笑一下 沒有 我以前講話是沒有要聽的 然後在學校裡面 大家其實都沒有那麼喜歡 跟我當朋友 所以那個時候我很自卑 然後我也不知道該怎麼樣 往前去跟別人交流 在最早以前的時候 我一直以為 人生就是吃飯睡覺 然後不要被媽媽罵 其實這三個事情做完 我人生就很快樂 直到有一件事情崩壞了我這一切 就是到了學校 到了學校的時候 我發現 沒錯我能吃飽 我也能睡覺 然後我也盡可能不被媽媽罵 但是我去學校的時候 真的都不快樂 可是我又想要跟同學變好朋友 那要怎麼辦 於是我早就開始一直不斷講話 講話再講話 就跟別人聊天嘛 因為不聊天 你就真的變邊緣人了 你能想像一個小胖子 他不聊天 在班上坐在最後面的時候 有人會理他嗎 說句老實話 沒有人會理他 這個社會雖然沒有 我們台灣沒有像其他國家一樣 霸凌別人到這種程度 但是其實真的啦 那時候你不講話 沒有人會理你 那時候我就一直不斷講話 然後講到後來 也蠻成功 就至少講話不會解八 然後知道該怎麼跟別人聊天 然後在那個時候開始 我就開始得了人生當中 第一個獎項叫群慾獎 我人生沒有其他奮鬥目標 小時候得志體群美 我央央都缺 但是群慾是我最努力的 其他的獎項我從來沒有拿過 我就一直拚了命 我進學校的第一目的就是全情人群慾 除了這兩個之外 我別無他面 也別無他想 因為我有一個哥哥 他非常厲害 他是所謂的 子優生 年紀隊隊長 管樂隊指揮 然後 國際科 全國科展 拿冠軍 類似那樣 跟我只差一年 所以想當然 我們兩個都在同一個學校裡面長大 我的人生在前半段 其實相對來講 過得真的是 沒有辦法抬脫挺胸啊 而且再重要一件事情 是我忘了形容他是一個帥哥 所以就是一般來講 他每一天都會收到一封情書的那種 就是別人對他表白 然後我的話 每天都想寄出一封情書給別人 很簡單沒有勇氣 這樣的狀況一直到國中 在國中的時候 我就開始想 那 我的人生到底該怎麼辦 那大家這時候一定會想 欸 是誰盡量國中 會去想自己人生到底該怎麼辦 沒道理啊 國中的時候應該還是過得快快樂樂的吧 是悠有自在 這時候要做一件改變我人生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呃 今天在座有年輕的朋友 也有稍微年長一點的朋友 那我相信 我相信這是一個共同經驗 國中一年級開學的時候 我懷抱著非常坦赫的心情 來到這個班級上面 然後坐在座位上面 等著班老師進來的時候 突然間門打開了 進來的不是班老師 進來的是一個女學生 她未來跟我是一個 即將通通三年的朋友 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就是我沒有轉學她沒有轉學 然後那一刹那之間 她坐到我 坐一個前面的那個座位 就坐下來 然後我覺得我的戀愛 當然這個戀愛 說實在是單方面 真的是單方面的單相似 她絕對不是一個 雙向的溝通和互動 如果是雙向的溝通和互動 可能今天的故事 就會是另外一個故事 那我們先維持一個單面的故事 往前面走吧 所以我覺得任何夢想 或任何一個什麼樣事情的開始 它不一定是一個非常偉大的事情 譬如說我看了 那個 I'm strong 燈入月球 我拍了一小朋友 人類的一大夫 那我的一小朋友 對人類是什麼意義呢 沒有這個樣的意義 那個時候最一開始 哇 我愛上一個女生 一見鍾情沒有理由的 就這樣 然後一個沒有理由的 一見鍾情往前去走走 我開始覺得 我的人生應該有不一樣的意義 除了跟同學 或者在同學一起 然後不要自備以外 我還是想說 我可以 好 這邊回過頭來講一件事情 大家在喜歡一個人的時候 是不是都有一種想法 想要去追那個人 然後跟他變男人 但你要考量一下 如果你沒有那麼有自信的話 你就會退而求其次 我只要守護這個女生就好 這是一個很浪漫 但是極其自備的一個想法 好 那個時候我就這樣想 那你要怎麼樣去守護一個女生 你要怎麼樣去做呢 那就是只能靠日常不斷的抵立自己 還不斷的進 然後往前去做到一個 就自己可以變成值得 這個女生一號的願望 於是乎我就想了一些進步的方法 但是 就都失敗了 譬如說功課變好一點 我就是念書真的蠻難的 所以那個時候 我沒有一大東西忘記念書 我要減肥 但是你知道減肥這件事情 跟記憶人有一些關係 就是我那時候想減肥 但是可能基礎代學率 還沒有那麼高 所以減肥效率比較差 然後接下來我們這時候想做科展 或想做一些帥的事情 大家都帥不起來 於是乎在一個眾所 一直不斷被打擊的情況之下 有一天 上帝會有開一扇窗 其實不是上帝 其實是我們的頒導師 我們頒導師就會 全教師 全辦的實證說 欸 今天 我們要進行國語文字音字型 研說朗讀比賽的 人員甄選 有沒有有興趣呢 然後頒上一天急進和沈默 拜託誰會對自音自行比賽有興趣 真的是以少數族群才會有興趣 於是如果老師在一個過於無奈之下 就說欸 佳凱你平常話不是很多嗎 那時候我都不講話了 以為那個時候當亞巴老師就會猖心 老師就說沒有 你就去看他國語文演說比賽吧 結果 結果剛好我練了那六年 跟同學對人際關係 苟榮發揮了一些作用 所以我去國語比賽的時候 我就拿了全教的第二名 然後全教第二名 站上獎台的時候 那是我人生唯一一次 他不是因為群慾獎的上台 而是因為我個人 某一項才藝和表現圖書可以上台 雖然只是一個沒有人 很多人想要參加的 所以我們演說比賽 但那時候我就覺得不一樣 然後到了國二的時候 我就拿了全市的第二名 然後到了國三的時候 拿了全國的第一名 那時候我拿到全國冠軍的時候 我內心真的非常非常激動和澎湃 因為那時候我們大家共同在追一部漫畫 叫做灌籃高手 可能在座有些人看過 有些人沒看過 但是在我那個年代當中 那個灌籃高手 他是非常神聖和崇高的一個地位 寧慕花道 他要進全國打賽的時候 達所有的目標 全國冠 那四個字 在我們少男的心中 是非常崇高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那時候拿到全國冠軍的時候 我內心也非常激動和澎湃 所以我就想說 欸 我應該可以有這個資格 跟那個女生告白 那這個時候大家一定會很好奇 告白之後結果是 但是告白的結果其實 印證了那個時候一個猜想 就是 感情這條路的那時候 我並不是靠努力都可以成就 就是在告白的時候 他就跟我說 欸 佳凱你真的是 你是一個好人 然後每天就是 打掃 你有幫我掃地 然後有擦黑板 然後有幫我排電檔 然後有幫我做很多不一樣的事情 我們還是好朋友 對吧 對我們還是好朋友 所以那個時候其實還沒有那麼流行好人卡 所以那個還是在後面一點點 所以我算是比較率先去取得這樣的相關認證的一個人 那只是必須要還是要說一件事情就是 這件事情還是對我改變很大 因為畢竟我人生當中第一次變成全國的第一名 那是我人生當中第一次覺得 我好像可以做一些什麼不一樣的事情 我不是一直以來都是全班最後 或是所有人的最後 我有能力去做到任何我想要改變的事情 除了感情以外 所以那時候我有一個稍微明確的認知 就是感情這件事情 我還是先排除一下 因為在土地上面有點困 所以這樣往下的時候 國中三年級 第一次模擬考我考180分 那時候國中計算滿了300分 然後再怎麼算 我就不可能跟我喜歡那個女生進到一樣的學校 和我的朋友們 我說喜歡女生和我的朋友們 她們每次考出來都PR多久 不是280就290 每個人都在抵錯一抵來錯兩抵 我說你們有病 不是不是你們有病 就是我做錯的時候 我沒有辦法跟你們一樣 就是看著他們這樣一直不斷往前進 我自己也是覺得蠻恐懼的 就是我就想說 那會不會有一天 我就跟我喜歡女生和我的朋友分開 其實那個時候對我來講 是一個晴天地霓 就是那該不會我要回到小時候 那個只有污染一個人的時候吧 我的朋友和我喜歡女生都去一個地方 而無我就要被分門疊淚到另外一個地方去 那時候我很恐懼 所以我就開始八分子講無業術 這個就是我講的所謂什麼 那時候我相信自己有一定的能力可以努力 我也相信了自己也找到一個 往前去努力和前面的動力 所以在那一瞬間 我找到我認真目標 意義之後 就開始一直不斷讀書 讀書再讀書 真的讀得很猛又很用力 然後讀到最後 我急著就考了一個280幾分 跟打贏 變成了PR99 就上到同樣一所學校 夢陪影球那時候 我心目中的第一志願 就是要跟大家一樣 就到跟他們大家一樣 進到了我們的高中 那進去了之後 那一個暑假 改變了我最重要的一件事情發生 就是 新竹實驗高中 它其實是一個非常注重理科的學校 它是一個非常非常注重理科 然後 如果 有朋友在那邊 或有認識的人在那邊 你會知道文主班在那邊 是一個非常弱勢的族群 簡單來說 李主的話 他可能高一升高二的時候 我們那一年 文主班只有八個人 其他人都沒有人要念文主 剩下全部都在念李主 所以你就可以想見 在那邊的理工的風氣是很盛行的 所以在國三那一年 我又好死不死 我的朋友們很大一群 都是考進了四班 也就是所謂的資優班的那一群 樹里資優班 所以呢 他們就有一個非常非常 令他們興奮的計畫 就是他們想在國中的時候 國中升高中那一年初假 先修完三角函數 再修一點點微分 然後最好可以再去修一點點 可以跟國際奧批有關係的東西 那時候我不知道那個東西 到底是國夢狂夢的夢想 我只會問他們去那我也要去 不然我暑假要幹什麼 所以我就傻傻的跟他們去 去的中間一個月 當他們在解題目的時候 在那邊Sine Cosine的時候 我還在研究Sine和Cos 他為什麼要聽著Sine和Cos 那幾個符號對我來講 到底是什麼意思 然後你們在那邊算微分的時候 我連題目是什麼 我真的都還看不懂 大家在開心的推導這個公式的時候 內心那種熊熊的消息都爆發起來 其實這真的有點不一樣 就是做科研的和有一些真心喜歡理工的 跟我這種真心沒有那麼愛上理工的人 真心不喜歡理工的人 這兩層面對題目的那種興奮感是有差的 我面對題目的興奮感是 就是我今天跟大家在一起解題 我今天可以跟這些人相處在一個空間 然後看到那個我心頭就一片冷 然後他們看到那個心頭就一片熱 就是每個人都唇槍捨在那裡討論說 沒有你這邊證明錯了 沒有你這邊推導錯了 老師我有問題 老師我問你一個大的 我連題目都看不懂 就從那個時候我才發現 最終我還是會跟那些同學分開 那一年暑假我發現這件事情 就是我再怎麼樣避免和我再怎麼樣勉強自己 我跟他們是不一樣的 每一個人在這個社會上 他所面臨到的環境社會和自己的能力和選擇都是不同的 如果我一直追求分數繼續往下走下去的話 終究我跟他們在大學的時候會分開 終究我跟他們在大學畢業的時候會分開 終究我可能勉強自己可以跟他們考進同樣一所大學 但是當他們真的申請到一些美國很厲害的學校的時候 去美國念博士 去美國念不一樣的課業的時候 我可能會開始旁航我人生的選擇 或者再次努力我就只能變成一個 我所不太喜歡做的事情的人如此而已 所以回顧起來我那時候我不在想 那我追求分數追求那麼努力 到那個時候我到底要幹嘛 那畢了業之後追求完分數 我下一個追求的數字是薪水 那那些薪水對我來講最重要意義和含義又會是什麼 就我在那一個暑假當中我思考了這件事情 然後高一一進去我就開始決定就是說 既然這是那麼一個優秀的學校 那我就盡情享受這個優秀的學校的其他部分 它有一個很自由開放的學校的風氣 它有一個很多元的老師師資 然後一件很不一樣的事情 就老師居然會叫我們去聽這個什麼 文化沙文雖然聽了沒 是聽到後面還是聽不太懂 但是至少我有去 然後我們的老師會在學測前一個禮拜 然後帶著我們去美其名約地理調查 社區總理營造 但其實是去看海角旗號 就是會去做這些不回不回的事情 然後我就依循著那個管道 然後你不斷去找我自己到底可以做什麼 找到最後之後我發現選擇好像很重要 透過選擇可以玩算多不一樣的事情 首先第一個我學到的選擇就是 在座有一些父母或在座有一些同學 我在講這件事情的時候 希望大家可以用一個同力心來看待 先不要批刀的 就是那個時候我找到一個方法就是 因為我那時候跑過去成績是還不錯 那爸媽的期待也會比較高 所以在這個時候 我也不想要去真的去念台信教成真 就是我沒有那麼大的理想 我想要去念台藝大 我想要去念李安 去當李安的學弟 去當導演 為什麼這邊稍微回過頭來講 就是那個時候我國中 最讓我有自信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拿到全國冠軍 但是說全國冠軍的時候 那時候的演講節目大概是 我記得那時候這樣 各位評判老師 各位同學 大家好 我是二號參賽者 我叫徐家凱 今天我所要演說的題目是 我的夢想 我的夢想 題目很重要所以不要講兩次 不要講兩次 會被扣文 我的夢想 我的夢想 是要成為像李安導演一樣 那樣有成就 那樣有風度和能夠把台灣搬上世界舞台的一個人 他導演的不只是一個世界 他導演的不只是一個故事 他導演的更代表一個我們可以往前去想像和去前進的榮耀 聽起來很屁話 但是實際上面 我真的在講的時候 講類似像這樣的事情 那也就是因為那樣 透過一場演講 也讓我找到 我是一個夢想小小的種子 大家一定會聽起來說 這個故事真的挺 但是實際上面 真的我必須要重複 所有的夢想 他的開始 並沒有多特別 也沒有多偉大 真的那些都後面加上去 什麼 講公看 鯉魚月龍門 就是這些故事 很多是委員傳記 就是 真的我真的不覺得 他真的就看了一個小魚兒 逆流想像 然後就開始 就是很多不一樣的大頁 就是我覺得有很多東西 都會從最細微 最直接 人生的一個小事 慢慢的抓住小事 都往前去走 所造成的改變 所以那時候我就覺得 真的當導演不錯 說一個故事 把別人拉進了 你所想像的世界 然後把你的世界 加註於現實世界 造成一點點的影響 那是不是會是一件很浪漫的事情 我那時候就覺得蠻浪漫 所以呢 我在高中那個時候 我就定教了一個計畫 我就說 功課我會盡全力 但是盡到我的權力就好 所以所謂盡到我的權力就好 你就會看到功課就這樣 嗯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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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朝一個穩定下滑的趨勢 慢慢往下 慢慢往下的時候 家人也不會太有反應嗎 畢竟你從92分 90分 88分 欸這時候會講 欸弟弟啊 那個 功課注意一下 88分 86分 84分 欸弟弟你怎麼了 84分 82分 80分 來不及了 一切都來不及了 我已經進到文組班了 就是我已經選了文組的資源 他們已經接受了 然後再從文組的那個 成績一直維持 就是這樣 穩穩的就這樣 80分 78分 76分 76分 78分 76分 74分 75分 80分 很順勢 我就考上台語大的時候 大家也不能說什麼 就是我覺得這是一個溝通的方法 如果你真的一直 你有一個很堅定你想要做的事情 然後你功課又念得很好 其實你這樣相對來講 也給你爸媽出了一個難題啊 因為你爸媽就會想說 哇你功課都這麼好了 機會成本很高啊 你都已經可以去念一科了 你幹嘛不先去一科嘗試一下呢 因為你沒有花時間在證明你其他方面的才華 你能力嗎 如果你不想念一科 你想要走導演 你想要去走物樣的東西 那你就應該要去參加多一點的比賽 拍一些好看的你的照片 去展現一些你的藝術上面的長才 比起你把功課念好這件事情 應該會更重要一點點 所以在這樣的全文之下 爸媽也會覺得 機會成本降低 沒錯你功課也沒毛 所以我也就想說 那沒關係 醫生或者是工程師 這些可能是我的想像 那你有你自己堅定願意負責路 那我也願意試試看 先去了解 你還請你目前在做些什麼 畢竟功課這件事情 他不一定會是人稱上面 唯一衡量的一個指標 可是我說我在講這件事情的時候 還是希望所有的在座家長和師長 就不要太過於批判我 因為之前我在學校講這件事情的時候 有些時候面對到 一些老師的眼光 我還是請你這邊會 就是低下頭 因為功課真的很重要 所以如果今天是真的 純學校一個場合 我們在最後之後 還是要說一些事情 大家加油 功課最重要 然後選擇在一起 極色在一起 取考在一起 先做好功課 然後有更多分數之後 你就會有更好聰明的選擇 不然的話 這樣也對不起邀請我來的單位 再往下 但是我的真心話的話是說 人生真的不是只有功課 不是只有量化的數字 可以去做好這一切 人生是充滿選擇的 只要你願意去選擇 你就有機會 有機會你就可以去實踐 有機會去實踐 你願意踏出你的一小步 一直不斷往前走 然後才會有事情真正成功的 就像前一陣子 臉書創辦人 阿克福德國 他之前在演講的時候 也就是說 很多時候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 社群網站 有一個他講他創業故事 的那個傳記電影 然後他說 首先這個電影 有幾個很重要的錯誤 第一個 不可能會把數學公式 寫在玻璃窗屋上面 就是這種浪漫的事情 還有那麼虛偽 就是你那個 不會有一個正常大學 真的去把這些東西 數學公式寫在玻璃窗屋上面 桌上明明就有紙漢筆 不寫在紙漢筆上 你寫在玻璃窗屋上面 可能嗎 不可能啊 但如果說他當初 一開始說想要做Facebook 就是要改變 這整個世界的一個城市的話 那當初 那個小小的奇境共鳴案 城市設計 這個黃城 一切都是從選擇開始 一小步 慢慢加深和強化 然後往前演進而成 所以對我來講也是 我上大學的時候 我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 經濟要獨立自主 獨立自主之後 爸媽才能夠更 支持你 放心的去選擇你要做的事情 不然大家還是會擔心嘛 所以很多人都問我說 欸 佳凱你做導演 或是做拍片 你應該跟家庭的關係 就是 就是 有點摩擦吧 我說你客氣了 我們家裡的關係 非常非常好 非常非常融洽 我們是個非常快樂 健康快樂幸福美滿的家庭 他說你怎麼做到 我說很簡單 就是過溝通啊 溝通不會一次兩次成功 國務革命十次 那我們每天革命一小步 我的革命的一小步 就是把他們都多理解我的一大步 那在這個過程當中一直都要往前走 那慢慢的他們也就會了解 什麼在做什麼 然後到大學大一下的時候 他們漸漸也就習慣了 喔你好像沒有那麼喜歡去上課的這些事情 因為我去了台大和去實一些 今天還是在一個大學裡面 就是大學一定有一些技術和通識上面 還有專業科技上面可以去學習很多的不一樣的地方 可是如果今天我回歸到今天可能我們所學習的東西 是一個職能相關的事情 或一個藝術相關的事情 或是一些比較難以言語傳達心靈神會的東西 那你可能必須要藉重更多的社會資源 來協助你完成學業上面 無法藉由課堂上面所了解到 或許一點小小的知識 所以我在提供到這一點小小的知識的時候 我就把時間稍微從一二分配了一下 分配到更多的時間在社會大學這一塊 而不是停留在藝術大學這邊去做基礎的同山教育 剛剛講了這麼多 相信潛在的話 在座的人應該還是都了解我的意思在這裡 所以我就不點名 就是翹課這件事情 然後我把含無帶過之後 他們就理解我翹課這件事情 就是我原來去學其他東西 然後做了其他不一樣的事情 從職場上面的社會經驗 那個時候我直接跟娛樂圈人碰觸 我跟音樂圈人接觸 然後花了很多時間在玩玩 然後去了解音樂人在做什麼 然後瞭解路易工程 然後這時候還去台北當街頭藝人 那個台北在信義區裡面 有些人是這樣站著不動的一個街頭到山 然後你頭前才會去動的那種 我以前也擋過 擋過一年 那當過那一年的街頭藝人做過這些事情 然後去屏東做天上教育的紀錄片拍攝 然後完成了不一樣的短片 去參加日本的營戰 去參加香港的營戰 去參加很多不一樣的東西 這是我搭取的最重要的一些事情 我累積了我社會人發言的經驗 一步一步的走到現在 所以在這整塊的故事當中 它是代表是一個很正面很快樂 然後充滿選擇的一個故事 然後其實有些東西在這個故事當中 大家可以發現的事情是 我覺得我唯一能夠知道的一件事情就是 我知道我想要什麼 因為我很害怕後悔 我也很害怕孤單 所以我害怕的是 如果今天我沒有朋友了 我還可不可以每天晚上睡覺前 或是每天活著的時候 日常走在 不用今天走在7-11前面 或者走在台北市的街頭 我在哪邊的時候 我會覺得我人真的是充實很快樂 我不需要去藉由別人給我的肯定 別人給我的支持 和別人給我的鼓勵 來認定我自己生存的價值 我不用 我也不用每天晚上害怕 睡覺前的時候 會想 今天我的生活 到底過的是快樂還不快樂 因為我過的生活 我不後悔 也許今天不快樂 可是這個不快樂 也不是我會後悔的事情 我今天可能被投資人打牆了 我可能今天被演員給教訓理論 我今天可能被這個社會又上了一課 我今天可能去參加一個政府研討會 唉 政府研討會之類的 回來之後覺得幸會也很灰心上次 對這個社會充滿了絕望的時候 我還是沒有放棄自己 我只有放棄了這個社會 還要放棄了證明 證明 我沒有放棄自己 這個就是我覺得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是因為我不會後悔這件事情 所以 所以在今天這個商場的前半段 我們最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 就會是 為什麼我們之後會成立一個公司叫Self Pay 它代表的是Self 代表的是自我 可以代表選擇的意思 做自己的選擇 我覺得對我來講 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如果這個選擇是你自己的 那你自己才可以分清楚這個社會的是 是非 對 錯 因為創業到現在我發生一件事情 法律它沒有絕對的是非 我們在判斷所有的事情標本當中 它也沒有絕對的是非 尤其在我們這個世代 有些人可能會覺得我是一個比較叛逆的人 但是我仔細去思考的時候 我就會發現 有一天我在跟李剛導演一起吃飯的時候 我就參加一些 定職和尾牙唱會 然後那個時候 那一桌都是打官政要 然後大家相談的不甚開心 因為打官政要我真的也不太會了解 然後我就跟旁邊 李剛導演 感覺這個前輩比較好聊 然後我們真的也真的比較好聊 比起跟政府官員聊 好像我們兩個比較多話題的資料 那時候聊到一件事情 李剛導演給我打了三輪 兩三輪有 他說 他覺得這個時代 他其實是一個輪迴 就是戰爭戰後 然後複數的時代 然後他覺得已經有一小段的帶動 那我回頭在想的時候 的確 我覺得這個時代真的是這樣 我們走在了一個 生長在一個富裕的時代 就是我們小時候 我至少我的小時候 我真的沒有餓過 我沒有 我沒有 因為我今天沒有辦法吃飯和煩惱過 我不是說 人生當中 可能真的有些時候 會因為一兩個飯 而煩惱 因為口袋裡面少了一些錢 可是我們真的沒有 像爺爺奶奶 或者是爸爸媽媽 某些時候 他是要為了這一年的生計所煩惱 為了這十年 或者是為了自己的未來 能不能吃飽這件事情而煩惱 坦白說 真的沒有 我們並沒有為吃飽這件事情 煩惱過 可是 這是相對的一件事情 在上一代的時候 我在走的時候 機會它是流通的 因為整個社會的階級 它還沒有完全的落實 每一個人當你取得到一定的教育資源的時候 你有機會翻轉至你現在的身份 或你現在的薪水 你有可能第一年薪水是三萬 十年之後你變成十二萬 你變成二十萬 你可能做到越來越多不一樣 有了好的一個機會 但是我們這一代不太一樣 我們這一代它可能相對來講 我覺得我不會理會去談這種敏感的意思 但是我只會去表達我的看法 每一個人在看法都可以不一樣 我們講到同性戀這件事情好了 同性戀這件事情在以前 它是有是非對錯的 同性戀是不對的 在大部分人的思考發覺 有一個同性戀是不對的這件事情 但是到了我們這一代的時候 我們會開始思考 同性戀為什麼不對 性向自由這件事情 有什麼不可以 我愛你你愛我 這件事情有什麼是和非 對有錯嗎 開始有更多問號來思考 然後我們也會開始思考 政府講的所有事情 是不是完全是對的 企業講的事情 是不是完全是對的 所有的社會世界 到底是對的還是錯的 因為這個世界 已經衍生到一個 我們沒有辦法 強力去翻轉和扭轉的時候 那時候我們這樣知道 才是有很多不一樣的事情 那這個再往下延伸下去 就會討論到很多 可能彼此間會爭鋒相對的事情 可是我覺得這件事情 並沒有辦法 因為我覺得如果這個世界 只出現統一的一種聲音 那才是問題 那最後他就可能變成Picture 就變成一個 即可一個極右派 或是一個極左派的方法 來去為這個世界一分為二 所以我覺得在目前當中 這個東西是滾動 可是在滾動的過程當中 我們就開始需要自己的智慧 來去判斷你這個議題 和對這些價值的對錯 因為它沒有絕對是非對錯 可以一條路的往前 直走到底 不需要這樣嗎 現在所有做的東西 都必須要關彎繞繞 而在這個彎繞繞當中 你怎麼不會迷路 做自己的選擇才不會迷路 當然這個選擇 絕對不會鼓勵大家去做什麼 這個犯法 或者是燒殺弩虐的事情 因為有些東西 它觸犯到人的基本的生存權利 這個東西是我們要嘗試判斷 就知道不可以做 但是當我們用嘗試判斷 不可以做的事情 需要用知識來解釋 需要有些智慧的時候 我覺得這個東西 它更牽扯的就是我們自己的選擇 只有自己的選擇 我們才會去做出不會後悔的事情 因為沒有一件事情 它真的是這個社會當中 絕對100%是正確的事情 對不對 這個是我自己覺得 一個很重要的一件事吧 那這次的分享 這個前半段的部分 在此稍微做一個 中間的小小的一個鬥號 那這個鬥號之後 等一下畫面可能會一轉 轉到我真的進入到社會的時候 遇到一些人事務和事情 那這時候可能就會比較沉重一點 因為剛剛那個也有提到 就是最可能是近期內 最後一場演講的分享 所以也就會講話更加老實 前半段講追夢 前半段講夢想 前半段講的選擇 是說在我創業前 所衍生到 我為什麼可以一直堅持創業這條路 到現在的原因 但接下來到後面 我希望可以給 跟大家分享一些事情 是我在創業上面一些實際的 遇到的故事和挫折吧 因為畢竟就像我說的 我並不是一個成功的人 而今天的分享和這個沙龍 我覺得最大的收穫 就只有把我自己的經驗 很老實的分享給大家知道 就像我剛剛講的 這個世界真的沒有對錯 你可能喜歡我 你有可能討厭我 但無論你喜歡我 討厭我 或是對我沒感覺 這些其實都沒差 重點是我分享這些故事 和分享這些經驗之後 對你自己而言 還有什麼樣不一樣的價值 和相關 好 那 出了社會之後 這個故事 是從哪邊開始的 這個故事 是從這一部影片開始的 梅斯芭天的第一季 就是讓大家稍微看一下 那時候第一季的我們在拍是什麼 那個時候是台灣影視圈當中算是最 真的沒有什麼真的好的作品 可是那個時候真的沒有差 那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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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候一把 就是一把青啊 或者那些什麼 就是大家才看 幫幫我們走直劇場 都還沒有拍到第一集 那時候是兩年前的時候 然後那個時候我拍了這樣一張戲 兩年前的作品真的是 現在看起來還是會覺得有點 就是 有點不好意思 對 但是 這就是成長的軌跡啊 反正後面留下來 就是帶著大家一起來回味一下 最初最初的我 拍出來作品長得像什麼樣子 好 不是 我睡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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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睡想 你好 只會想要快點髒嗎 因為幾個新的狗 我們就跟風雨一樣 露出一段 寂寝會不會太可以嗎 看每個人都有 我們就是拿自己畫一畫 讓生活還不是 分分容容的事情 她說 她說啊 她那邊是一種 活體的放力 是妳知道嗎 妳們以前會被 這個生物給妳的長大 可是她就一直跟妳的 沒有 她才會有自己的陷阱 她的生物 妳會不會選擇 會不會選擇 明天 明天 會不會選擇 決定了 就是決定 這方面 還要選擇 這個 這個 這個就是 兩年前那時候做的第一個作品 那接下來兩年之後 這是我們最新推出的一個作品 那為什麼會有這兩個這樣的團 她要看呢 這時候我們就是要跟大家講一個文趣的事情 Cell Pay 她除了做自己的選擇之外 她也有更重要的意義是 我們常常會覺得做自己的選擇 是無感的 就是譬如說 你今天 呃 沒有任何政黨和政治傾向 我完全沒有 我是兩黨都不喜歡的人 不是 我兩黨都支持了 其中我現在還是需要 我需要拿政府的補助 所以看這句話先刪掉 雖然我從頭到尾真的到現在申請 每一個都沒有剩托過 我跟政府有一個分真的很差 我真的非常熱愛所有的政府 不論是哪一個都特別 其他就是 今天你投到選票那一刻 投完之後 你可能會覺得 這個世界沒有任何的改變 你今天選擇很多東西 你都覺得 沒有啊我的選擇跟這個世界沒有任何改變啊 我今天選擇 我不買那個 我不買那個林鳳寧 但是 其實這個世界 材料還是做得很好啊 就是你做任何選擇 好像都沒有改變一樣 這個時候 我就要跟所有人說 支持Selfback的粉絲 就是他們從頭到尾就會發現他們選擇不一樣 不一樣從哪邊 兩年前 看到的影片是這樣 兩年後 雖然在劇本上面有些東西 大家還是覺得有些可惜 但是在技術執行層面 和在所有的東西 這是我們兩年後所執行出來的成果 這個是我們進步的成果 然後藉由大家的無論是 crowdfunding 或者是幫我們分享 或者是支持我們 然後我們能夠 或者給我們建議和批評 其實我們每一季的進步 都是因為所有人的建議和批評 包括像第一季大家覺得故事不夠連貫 然後第二季就把它連貫在一起 故事連貫之後 他們覺得第三季我們再往前去走的時候 還有一個更包裝更完整的故事結構 那我們就把故事結構放在一起 但故事結構放在一起之後 影片拍出來了就增加了 所以就變成有一次部分沒有那麼好看 那既然架掉往前的時候 我們必須要打造出一個 可以跟美國Netflix和HBO 再去溝通的一個成果 所以我們必須要把一個故事塑造的一個 Private System做得更加明確 那我們一步一步往前去走 那這個就是我們進步出來的成果 兩年前的團隊 一模一樣的團隊 兩年後 他拍出來的東西 會是不一樣的一件事情 從畫面上故事上 會不會不一樣的一件事情 你要說現在是一個就像病灘 自由自在的死水一樣 日益感 而能不能看你自己 你像是一個客人 悠遊自在 但是平安易 因為想不到你的天 水乾水沒了 也能像今天一樣 自由自在的 Jeff 我曾經曾相信 他以為是你讓我放棄 是你讓我看到這個世界上的不可改變 我的自我放逐一半是你造成的 我又忘了 成功嗎 總需要遊戲犧牲 沒有過去的犧牲 還有未來的犧牲 我是覺得 雖然 太多演戲 這個遊戲 你讓我看得起 開一個媽的地方 開一個酒吧 然後呢 很好奇 剛才看你在酒店的時候 一看我就好不要 住人懲恨你 會不會想不起我心做全壁 你想再甚至這兩件事 在這個世界上 一定是如何去全壁 你應該比誰也很清楚 那 你會接入一遍 我以前就做得對嗎 就算有故事 你要講我沒有故事 那就是 這個世界 有才會的情形 也要用一遍 對 就算有故事 我今天跟你講 不曉得 不曉得 我今天跟你講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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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造各式各样的交易 那有时候我们的决望 不须手进的飞用 还是能夹性趋势的毛利 最后才能够 又是一个事实在里 没有 已经台湾百分之十三的军事 全都是我们本身 这件事情 所以就是事情来说 可以不知的理由 然后出负战写 精英证券代理将 而你 我们的创造 如果我们考虑要先 做到今天心意出币 这种事实在 我感谢夫人很花似的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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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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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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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